今天各地都顯著的放晴了 不過雲量還是蠻多的 現在風面位置在這個呂宋島的旁邊 巴士海峽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前幾天影響台灣的風面 結構還在喔 現在是有顯著的東北風南下 所以大致上天氣還是維持類似的形態 明天也差不多 還是維持這樣的特性 請大家好好把握這兩天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的這個水氣 有可能會慢慢的在北上 可能在明天會開始就有一些 禮拜五的時候會最明顯 開始會接近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空檔 禮拜六可能是空檔的時候 但是目前的所有預測大概 在這個華南的雲系還有風面 可能會在禮拜天到下禮拜一二的時候接近 這邊整個西南風的狀態還是持續 所以呢這種所謂的禮拜天開始 不穩定可能會持續到下禮拜 有沒有看到還有禮拜四禮拜五 等於下禮拜五四五南邊的水氣就會比較多 這樣的好消息就是說溫度會顯著的回升了 但是呢就是不穩性 等於是不穩定的這種程度還是有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還是容易有雨的天氣 等於是南邊的這個水氣還是會上來 然後大致上呢都是吹的偏東南風或是偏南風 那當然啦目前來看的話這樣的天氣 禮拜六有一個短暫的空檔 但是靠山區還是有一些點狀的 這個午後陣雨會出現 那禮拜天呢就是有華南雲系整個冬移 整個天氣就會轉為比較不穩定 會容易下雨 但是這個雨呢也不是整天 像這個上個週末一樣整天都是有雨 但是呢就是禮拜天的雨會多一點點 禮拜六就有一些正雨 那禮拜五呢就是南邊的水氣上來 所以你看從這個宜蘭花蓮到台東到恆春半島 都有容易有一些雨勢 然後禮拜四呢就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東半部有一些短暫性的正雨會出現 請大家留意了 那最近的溫度呢回溫到22到267度 其實這個溫度呢是蠻舒服的溫度 這在北台灣 北部跟東部是很接近的啦 然後在這個六日的時候溫度會下滑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很冷的程度了 然後到了下禮拜二三之後又再回溫 慢慢的目前來看的話 變化沒那麼的大了齁 那中部呢最近就已經回到30度了 但是預期呢未來到了六日一的時候 會稍微下滑一點點 21到26度 然後南部來說的話 也差不多都維持的25到29度 也是南北的這個天氣呢 開始有點變化了開始出現 北部還是有點涼涼的 所以南北的這個天氣是落差是蠻大的 那今天晚上呢各地天氣是不錯 但是呢東南部呢 台東綠島藍雨或是宜蘭 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暗性震雨 那明天呢白天呢大致上天氣都還算還不錯 但是東南部還有東半部 開始就容易有些雨勢了 尤其是午後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一點建議喔 把握今明兩天相對的穩定的好天氣 持續回溫轉型相對的舒適喔 不過東南部呢還是有短暗性震雨 那週五呢南方水氣北上 週日呢封面還有華南雲氣會接近 預期會有幾天的不穩定 請大家多留意的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請問我們在這兒 請天津火Il衝 看詳細的天氣 還有點錄 看詳細的天氣 好看! 請看! 全都忘了! 沃映EL 每個天黃海 都忘了喜浩島 海的電池 沃映 Office 真的 沃映 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沓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一东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雨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